女生 我想问你 你觉得你这么做有意义吗 其实我没有说要报复他 真的没有 我就觉得说 就以前我什么事情 都以他为主的时候 感觉他也没有那么在乎 我就想着 那我就做我自己就好了 我就是说 你再和这个男人 继续有意义吗 因为在我的感觉非常明显 你对他的爱都已经消耗完了 你现在已经是 你到底是不敢再像以前 那么爱一个人了 还是说你觉得 这就是一种爱的正确的方式 所以这个男生并没有教会你 懂得如何去爱 你再用一种自己都不知道的 其实在我们看来 你已经对他没有爱了 但是你认为 好吧 那我就做自己 这就是爱 你们失去了互动 你们失去了有效的沟通 但还在以为这是爱吗 明明在我们看来 这是就是报复 你不自知啊 所以你也没有 从这段错误的感情当中 你走出来 为什么一定要和他继续呢 这个男人明明就是不爱你 这段关系 真的不值得再继续下去 听见没有 赶紧转身离开吧 男生 你压根就不爱你 你就找他能照顾你吗 还能讨你妈妈的欢心吗 哪去找这样的女孩呢 对不对 我告诉你 这样的女孩有 可如果你是这样 对待感情的话 你就是找不到 对不对 我觉得不是报复啊 我觉得是报应啊 姑娘 你很好看 你刚刚上台 我还没留意到 现在越看越好看 脸上闪闪发光 今天你就算感情 要能在这个舞台上 戛然而止 你就更好看了 你发现有一点没有 你用以前恋爱脑的方式 去爱他的时候 你发现的是他的无情 你用现在节制的方法 去爱他的时候 你发现的是他的自私 一个无情的人不值得爱 一个自私的人不应该爱 是不是这个道理 所以你现在 哪怕用你的方式去爱 方法是对了 人还是错了 为什么要把自己有限的生命 消耗到一个错误的人身上 这是一 第二个 我不觉得他跟你谈过恋爱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 只是在一起过 有什么区别呢 你啊 从前啊 就好像是一堆火 它是一盆水 火在烧那个水 把那个水给烧开了 水烧开之后 跟那个火说 哎 我已经开了 你滚吧 把你给踢走了 然后他那个烧滚了的水里面呢 下面条啊 下饺子呀 下完了 下完之后 那个水又冷了 他又想起你来了 哎 我的火呢 赶紧再过来呀 还想让你把它给烧开一次 你曾经那么赤烈地去爱过一个人 你得到了一个教训 你终于知道这个世界上 原来还有那么无情和自私的人 这对于你的一生来说 都是有好处的 我希望你去找到那个 可以互相温暖的人 而不是那个 希望你把它烧开的人 就这样